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疗愈篇 我们很多很多人都会经历过痛苦 但是很多痛苦的人和事 或者被别人一句话所伤害 我们一辈子都走不出来 会无限的痛苦 怎么做呢 其实你需要做的很简单 就是疗愈 那疗愈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不是去做心理咨询 就是灵灾 灵灾可以疗愈一切的伤害 当你灵灾以后 你一定会从过去的伤痛当中恢复过来 那我们如何灵灾呢 什么是灵灾 灵灾就是觉醒 灵灾就是让你从头脑中出来 当你从头脑中出来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觉醒的存在 那个时候 你就达到了基督的意识 佛的意识 我们头脑全是限制性信念 而我们进入灵灾状态下的时候 我们是拥有无限创造力的 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的发明创造 都来自于灵灾的状态 如何灵灾 当我们灵灾的时候 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 才能活出真正的生命 很简单 不要在意任何人对你的评判 你对评判者要充满慈悲 当你一旦觉醒 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 灵灾就是让你从头脑的故事当中醒过来 你头脑里面的所有的故事 全是幻想 全是假的 他怎么这么对我 他怎么这么想我 他是不是误会我了 他怎么这样呢 这些东西全都是故事 就像我们今天在梦里面梦到了丢行李了 我们在梦里会很痛苦 当我们一旦醒来以后 我们就不痛苦了 因为我们知道 那是假的 大多数人之所以痛苦 就是因为活在头脑内 而头脑 就会把我们拉到过去或者未来 记住过去全都是痛苦 未来全都是恐惧 要不我们在回忆我们童年的阴影 要不我们在回忆我们中年的痛苦 要不我们就在恐惧我们老年的悲哀 但是当我们完全临在的时候 从头脑里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活在当下 我们活在当下以后 我们就会拥有真真正正的幸福 而这种幸福就是绝对幸福 人生所有的痛苦 都是因为你活在头脑的世界 头脑中只有恐惧分离 焦虑内疚 而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 当你完全临在的时候 只有爱 只有平和 只有喜悦 所以真真正正的开悟觉醒 它就是活在当下 为什么佛祖能觉醒 因为祂临在了 为什么耶稣能觉醒 因为祂临在了 为什么老子能觉醒 因为祂临在了 有人说老师 临在是不是就是打坐 冥想 你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其实还可以比打坐 跟冥想更简单 那就是发呆 你可以用你的眼耳鼻舌深意 和对应的色声香味 出发临在 比如说你用你的眼睛 看一朵花 什么都不想 只剩下的这朵花 看呆了 大脑一片空埋了 这就是临在 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 放一首轻音乐 跟这首音乐临在 或者跟周老师的课程音频临在 你也可以用你的嘴巴 跟食物临在 你也可以用你的手 拿一个手串 跟手串临在 都可以啊 当你一旦 进入一个临在的世界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太美了 所有的花 都为你而开 所有的景物 也为你而安排 你才能感受到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生命的意义 就是觉醒 就是让你真真正正成为 一个觉醒的存在 去感受你的感受 当你悲伤的时候 你就体验一下悲伤啊 你会发现 悲伤都是如此的幸福 你可以与悲伤临在 当你真真正正的临在以后 你就会从头脑的幻想上里走出来 进入真实的世界 那如何临在呢 觉察 带着觉察的活着 带着觉察的活着 才叫活着 起情绪的时候 你能觉察到自己的情绪起来 赶快离开这个场域 哎 情绪就没有了 或者赶快做三个深呼吸 生起 让你痛苦的念头的时候 你觉察到了 你马上生起一个好念头 把它给覆盖过去 你可以与呼吸临在 你可以与花临在 你可以与声音临在 你可以与香味临在 你可以与你摸到所有的东西临在 当你临在的时候 你能感受到爱的本质 就是接纳 你能感受到无片的力量 那个力量就来自于当下 这叫当下的力量 当下即是极乐啊 而此刻即是天堂 当你深入临在的地方 就是净土 就是天堂 就是极乐 你要不就在头脑的世界里 你要不就在临在里 没有中间地带 临在只是第一步 如果你能够带着觉知的 活着 才叫活着 当你能够保持 临在的状态的时候 当你已经完全 可以让自己随时临在的时候 你就能够链接到你的高我 也可以把它叫入定 或者叫惨定 当你完全听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真的生命太美了 真的 睡觉就是睡觉 吃饭就是吃饭 听歌就是听歌 看电影就是看电影 运动就是运动 你不会再有其他念头 你也不需要有其他念头啊 为什么痛苦 上山想着砍柴的事 砍柴想着烧火的事 烧火想着做饭的事 做饭想着吃饭的事 吃饭想着吃饱了以后 赶快去念经送佛的事 能不痛苦吗 但是如果你上山不想事 就是在上山 就是在与山临在呢 就是在与周边的门井临在呢 砍柴就是在与 在与这个砍的动作临在呢 烧火就是在与火临在呢 吃饭就是在与饭临在呢 你去体验一下 那个感觉叫美 叫幸福 当你一旦临在以后 所有的痛苦都被你疗愈了 因为所有的痛苦都发生在过去 或者是你头脑世界里面的未来 在当下没有痛苦 当下只有爱 只有喜悦 只有相和 期待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学会临在 他可以疗愈你所有的伤痛 对吧 一个人伤害过你 你天天想 你能不痛苦吗 你不想 你此时此刻听周老师音频的时候 有人伤害你吗 他不是没有吗 这就是临在 希望今天周老师的这一篇 可以欢迎你 可以疗愈你 我是周音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孩子 自己